好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製作黑心搜水油的主賢郭烈成 他之前不是以五萬塊交保嗎 隨即竟然就把自己的戶頭八十六萬元體理一空 因為有逃亡之餘所以被高分院撤銷交保 好 預計在下午的三點鐘 屏東地院將會重開積壓亭 不過呢 就在昨天郭烈成的住家遭人誕喜 還被潑了油漆 根據了解 郭家仁目前仍然沒有回應 也沒有報警 至於警方表示 未來將會針對郭家仁的住家附近加強巡邏 為止